没见过潭州寺的黄叶 就不算见过北京的秋天 这棵帝王树从唐朝开始就在这儿 已经1400多岁 人说先有潭州寺 后有北京城 古差东西两侧的千年银杏树 对这句话应该很认可 秋风一起 它们的银杏叶就在眼前纷纷掉落 就这样把大地铺成了金黄色 搭配着红墙带娃和鸟鸟烟火 我刚才买了一筐大柿子 深秋的北京美得一塌糊涂 也短暂地稍正吉士 它用美在提醒我 如果只专注在疲于奔命的日子 可能会错过这筐好看的柿子 还会错过在迎新树下小气的此时 夫妻书画奶富含锡元素 可以减轻熬夜负担 也对头发有好处 要珍惜自己 也要珍惜秋天 要像秋天里温柔的细雨一样 路过人间 世上唯一不变